如果收到的話呢 請你把這個 我們暫時固定的這個塑膠繩把它拆開來 然後呢 不要抓這裡 一般我們織機在收 割合起來或打開的時候 請盡量是拿這裡 或是拿它比較強壯的這個位置 把它提起來 提起來的話 這邊呢 側邊有三顆這個 就是木 木頭 這個就是用來放到這個軌道 要確定把它放下去 要放下去 然後呢 這個地方呢 有一個大大的 這個圓圈的這個螺絲 你把它轉 轉到 應該是轉到鏡頭吧 這邊也有一個然後把它轉 轉到底的話 它它的螺絲的會到在 然後你就拿不起來 它就會卡住了 如果沒有轉這個的話 它比較容易就被提起來 那當然如果要合起來的話 這一個就要記得要把它把它縮回 要把它轉 轉回剛剛的樣子 不然它沒有辦法提起來 然後這一邊是織機的後面 另外這一邊呢 有剛扣的這一邊就是織機的前面 那至於其他的部分就可以先 其他的零件先放著 到時候 枕晶的時候才會用到 所以目前可以先把這個 織機把它立起來